接令后 战区陆军远香火 海军驱护舰 导弹快艇 空军尖击 轰炸 干扰 加油等机型 火箭军长岛火力单元等任务兵力 快速向预定区域机动集结 展开作战部署 今天的演练 重点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 夺取制海权 制空权 制信息权能力 任务部队同步组织 环台岛战巡禁逼 塑造权向围岛射压态势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毅陆军大校表示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是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